在我们去操作这个Elex设置增删改查的时候呢 你比如说我现在呢要增加一条数据 我们怎么样进行添加呀 我们是不是使用这个POOT的这个方法 那么在这个POOT的方法后面呢 加上它的所以名称Text1下滑线DOC 以及呢它的一个文档ID 那么它里边呢目前包含两个字段 分别为NAME字段和H字段 那么在这个所以的后面呢 我们呢会写上一个下滑线DOC 那么这个下滑线DOC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首先呢我们呢需要知道什么是映射类型 那么在6.0之前我们要添加数据 是如何来进行添加呢 我们是这样进行添加的 注意我现在所说的是在6.0之前 那么我们当前所使用的Elex设置 它的版本是多少啊 是7.0这个版本啊 比如说我现在要添加这样两条数据 分别为两个缩影都叫Twitter 那么第一个叫做User1 第二个呢叫做User2 那么它们两个文档的文档ID呢都是1 那么在User1里边呢包含了Fullname Username以及Email 那么在User2里边呢包含了这个Content CreateAd和Username 那么每个文档啊都会存储在一个缩影中 我们每个文档都会存储在一个缩影中 是吧都存在这个Twitter这个缩影里面了 并且呢分配了一个映射类型 注意听是吧 那么它呢分配了一个映射类型 那么也就是说第一个它的映射类型是什么 叫做User1 第二个呢叫做User2 那么这个映射类型呢 用于表示被锁影的文档或实体的类型 比方说这个Twitter锁影是吧 那么它呢就具有两个类型 分别为User1类型和Useri类型 那么每个映射类型呢都可以有自己的字段 比如说这个User1类型是吧 那么它有Fullname字段 Username字段和Email字段 而这个User2类型呢 可以有Content字段和CreateAd字段 那么它呢和User1类型一样 那么还有一个Username字段 那么这个我们在进行查询的时候 该如何来进行查询呢 我们呢可以把这两个映射类型呢 在同一个里面来进行查询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进行guide 那么同一个所有推特 那么在这里面写上User1和User2 那么在这里面呢可以搜索 限制为一个或者是多个类型 那么在现在也就是从ElectSearch 6.0开始 那么已经呢将这个类型字段删掉了 那么也就是说上面我们定义一个 所以两个类型 那么现在呢需要定义两个索引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两条数据 之前是同一个索引 是吧都是推特 那么它呢是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 分别为User1和User2 那么现在我要想在6.0里面来进行操作 该如何来进行操作呢 这样呢我就需要定义两个索引 分别为索引1叫做User1 索引2呢叫做User2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去定义两个索引 然后呢才能把这个数据引入进来 那么这一个变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那么这一变动啊是在6.0就开始了 那么索引在6.0中创建呢 只允许每个索引呢使用一个单一的类型 那么这个类型呢可以使用任何名称 但是呢只能有一个 注意这个类型呢可以使用任何名称 但是只能有一个 那么首选的类型名称呢就是下滑线DOC 但是呢你可以写成其他的 那么像我们刚才看到的User1和User2 那么就是说我们呢可以把它写成其他的 因此呢当前这个索引API呢 具有与7.0中相同的这种路径 是吧我们比方说去put数据的时候 或者是post数据的时候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当前6.0去操作的时候 和我们当前所讲的7.0的操作呢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添加数据的时候先put是吧 put之后呢加上它的所以名称 再加上下滑线DOC 这个下滑线DOC是什么呀 下滑线DOC呢是我们首选的一种类型的名称 那么ID呢是它文档的一个ID 那么下面这种post的这种可以看到 它后边并没有写ID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它会通过ES呢 自动的去生成这个文档的ID 那么在7.0版本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下滑线DOC啊 它呢就是这里面路径的一个永久的一个部分了 那么这个呢它表示端点的名称 而不再是文档的类型 在我们7.0里面大家需要注意 那么它呢就不再叫做文档类型了 而是呢叫做端点的名称 好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所讲解的一个下滑线DOC 那么它呢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是吧 那么在6.0里面它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啊 它是不是代表一个类型是吧 只不过呢它这个首选类型是下滑线DOC 当然呢你还可以写上其他的是吧 那么在7.0里面 它呢是路径的一个永久部分 那么它呢表示端点的名称 而不再是文档的类型了 好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下滑线DOC 那么本节课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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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